我们现在来谈积分审链法 积分审链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帮我们判断一个级数是否收敛的状况 那么我们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连续函数 它在一到无限大之间 f of x 是一个连续的状况 而且我们要求这个f的话是大于0 而且它是递减的函数 假设有一个级数叫做ak 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数字它都能够对应到我们函数的值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这是级数 这是积分 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等价的关系 是否收敛是等价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如果发散 它就发散 如果这个收敛 这个也收敛 这两个之间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积分去判断这个级数是否收敛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定理做一个大略的解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 来看看同图里面可不可以解释的清楚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图 好 这个图的话呢 这个函数 这是一个Y等于F的图形 那么各位同学看这个地方 这是A2 A3 所以一直到后面A1 我们画出来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这个这是永远压在这个函数之下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的话呢 这是从A1 A1的话呢 这高度在这边 A2的高度在这边 从A1的这个地方 这个宽度是1 所以这个柱子的总面积 它会高于Y等于F of X 从1开始积分 于是我们来做一个不等式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把空间空出来看 现在我来设一个不等式 同学请看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小的部分 我们这个地方是由2起头的 我们这边K等于2 到K等于N 这是AK 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这边每一块的面积 它都会压在 这个积分之下 1到N 再来看 从右边来看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 每一块它都在这个之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它的上限是什么 K等于1到N减1 好 这是大的 这是中的 这是小的 它这个积分夹在这两个 这个极数之间 现在我们来做解释了 第一个情况 来 第一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 假设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好 它是收敛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我们是这样看 我们来看它的部分和 Parsal sum Parsal sum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从哪里看呢 我们从看左边 看左边 这是大的 这是小的 这个是由A1再加上这个 这是从K等于2到N AK 那我们来看 这是小 这是这个比较大 所以我们确定的 它是小于 这个积分 现在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因为它是收敛的 这是收敛 而这个极数 它是递增 递增 有上限 那么我们肯定的说 它是收敛 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假设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函数 新的变数 叫做T好了 假设是T在N之下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几分 1到T 这个几分 那么当然是小于1到N 再看 看右边 这个是 这是小于它 那么它是怎么做呢 我们小于右边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极数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是小于 这个的极数 假设这个极数是 收敛 假设这个是收敛 那么他们会到一个数字 收敛到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让T趋近无限大的话 它仍然是小于它 所以我肯定的说 这两个是等价的 那么我们在未来的很多的题目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种积分的技巧 去判断 集数是否收敛 还是发散 积分审敛法 在一个的例子上面来说 对付这个 P级数 这是 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P级数 P级数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P P的次方 那这个地方是 1开始 2 3 4 5 6 7 那这种 这种提醒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来 举个例子 第一个情况 如果P是1 那是什么状况 它就变成了 1加上1 2 加上1 3 这种提醒的话呢 我们称为 叫做调和集数 harmonic的 那这样子的 这种集数 我们来看看 利用积分审敛法 是怎么做的 如果是P是1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集数 它跟 x分之1 由1积到无限大 这个是 等价的 收敛跟发散 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的结果是 nature log 我们发现它是 nature log的话呢 它的带无限大的值 它仍然是无限大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P等于1的时候 是发散 那么我们来看看 P等于2 P等于2的状况是什么 是1加上 2的平方分之1 加上3的平方分之1 再加上4的平方分之1 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 收敛还是发散呢 我们在P级数的地方 我们有介绍了 P级数的话 只要是P高于1 都是收敛 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看一下 1到无限大 我们把它的相对的 它的积分的 的审量法的东西 把它列出来 这是二次方的 这个等于 负二次方 所以是负的 X的负一次方 积分由1到无限大 那么这个的值是多少呢 无限大分之1 这个答案是 1 我们可以确定的说 这是收敛的 这个极限值是存在 这个辖积分存在 所以这个的极限值是收敛 只是说它收敛 到底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在未来的 延伸阅读里面 我们可以介绍 这个答案是 很奇怪的结果 这个答案的话呢 是跟P有关系 这个地方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计算 这个答案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P等于3 P等于4 P等于5 这些通通都是收敛 而且这个地方是跟 未来的有一个叫做 伯努力数是有关系的 那至于说收敛是 答案是多少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 直接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要在后面 我们才能够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